疫苗抵達台灣 我們來聽指揮中心的最新說法 目前解除隔離的已經到一萬二千零八十三位 那百分比是85.7 持續是呈現這個病例一直是在一個趨緩的一個狀況 這個是就現在國內昨天的這個病例的狀況 先跟大家說說明 大家一定很好奇 為什麼今天指揮官沒有親自來主持 那因為指揮官現在已經是往機場的路上 那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今天下午總共有三個班機會抵達台灣 那最早抵達的是 從日本來的這197萬劑的A力 97萬劑的A力 那會抵達台灣 那接續是從泰國 我們自己採購的A力的56萬 那接續會抵達台灣 那最後抵達台灣的是 一樣是我們自己採購的35萬劑的莫德納的疫苗 那因為路途比較遙遠 他們從盧森堡過來 那今天下午的4點多會抵達 所以我們這三批的疫苗都 在今天要來抵達到台灣 那我們抵達台灣之後我們都會陸續加速 整個封肩的檢驗的一些作業 那可以趕上我們整個所有的這個預約系統 為全民來做接種 那我也跟大家說明一下 現在目前為止 截至1點 那整個意願登記的部分 意願登記總共已經有732萬 多人 那所佔的這個人口比例是32.09% 那18歲到49歲的部分 總共有453萬多人 那已經完成的意願登記 另外是做 目前的比例在 整個完成 那第二批 第二批 在第二輪 我們第二輪已經完成預約的人數 截至1點是已經有93萬人 那就這一批的裡面 他們已經完成的比例達到83.81% 大概這個是我們目前 截至維持所做的一些 報告的部分 那我們就先報告到這邊 副指揮官好 想請教 泰國目前疫情緊繃 有傳出要限制疫苗的出口 那想請問 目前有接貨消息或是通知嗎 我們預計會有多少的劑量會受到影響 那下一期想請問是26號的降級有望嗎 那目前有做什麼樣的準備措施 謝謝 泰國當然在媒體上有一些報導 不過 目前我們初步的瞭解 因為泰國正 跟自己政府內部也都有一些討論 那其他的國家 其他的國家也都有一些關注的部分 那我們也很關注 當然我們也很關注 這個泰國廠能不能順利 這個都跟我們的這個後續的疫苗 能不能順利在這個抵達台灣有關係 所以指揮中心一定會在持續關心 泰國廠的狀況 那另外疫情我們都持續在關注 監測整個疫情的狀況 隨著疫情的變化 我們都會再做一些滾動的檢討 那 以現在7月12號以後 我們所做的一些三級管制的放寬 部分放寬的部分 我們也都持續在做一些關注 這些管制的措施 是不是可以很順利跟執行 這個相關的場館 能否落實這個相關的防疫計畫 這個都會影響到我們在做整體的評估 這個都會影響到我們在做整體的評估 副指揮官好 想請教一下 您剛剛有提到說 目前完成意願登記的人數 不曉得只登記AZ的 或是只登記莫德納 或是兩者都登記的人數 大概有多少呢 第二個想請教一下 新冠疫苗目前施打的統計數字 不良反應以及疫苗不良事件通報及死亡 今天是不是還有一個解剖的結果會出爐 謝謝 等一下不良的部分 我們再請莊務署長來說明 目前就全國 全國700多萬的這個疫苑登記裡面 他只願意選擇AZ的部分 大概在16萬9千多的 佔比是2.32% 那選擇AZ 同時選擇AZ跟莫德納的部分 有302萬左右 大概在41.35%左右 目前為止還是只有選擇Moderna的部分大概是412萬多 那佔比大概56.34% 那昨天 疫苗接種有23萬1千026人次 那主要是Moderna接種22萬3千796人次 那所以截到目前為止累計接種人次是433萬7272 那所以我們的這個接種人口的涵蓋率是18.06% 那祭祀人口比是18.47% 那至於 不良事件的一個通報 昨天有新增70件 那其中非嚴重不良事件有26件 那另外 有關死亡部分有9件 那另外其他一次嚴重不良事件有35件 那這9件裡面 就是新增了8例是三女五男是AZ疫苗接種後發生死亡的不良事件 那年齡是在54歲到89歲之間 那是疫苗接種後3天到25天之間發生 那同期間新增1例 男性的Moderna疫苗接種後發生死亡的不良事件 年齡是90歲 那是疫苗接種後6天之後發生 那另外還有一例是原通報接種AZ疫苗 導致病人住院或延長病人住院 時間後轉死亡的事件 那另外解剖的部分 目前 已解剖了90例 那其中有66例跟這個慢性病相關 那其他是包括 15例的嗆噎窒息 2例的頸椎骨折 1例的呼吸道阻塞 6例的疑似肺炎 2例的泌尿道感染 1例是氣管內有管罐 倒流液體 那1例有咽喉鹽 1例是胃穿孔 病 附膜鹽 另外還有1例是上消化道出血 還有1例是肋膜鹽 跟1例是胰膽 到化膿性感染 另外還有2例帶移青 等一下 那我這邊 剛剛有跟大家報告 等一下總共有3批的疫苗到 那我們再次代表指揮中心 感謝日本政府 那包含這一次 總共是334萬劑 來提供給我們 在整個防疫上使用 真的很謝謝 日本的友人 在 臺灣最需要的時候 都適時來提供 副指揮官好 想要請教兩個問題 就是剛才看到 就是第三輪 有超過400萬人 都想直打莫德納 想請問一下指揮中心 預估最快幾月 可以輪到第三輪預約的民眾 來打莫德納 第二個問題是想要請教 BNT最快是10月可以開打 還是之前所說的年底 謝謝 好 那 剛剛有說過這個比例 不過我們目前暫定 暫定 未來的4週 都是先提供A例 那我們當然會依照疫苗 進來到臺灣的時間 跟預約的狀況 等等 會去做一些規劃 那BNT的部分 還是要等到實際 疫苗抵達 那我們會納入這個 再納入規劃裡面去 想請教之前外媒有報導說 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說 不要混打疫苗 可能會變成危險趨勢 但是現在這位專家 有曾經說 他只是建議民眾 不要自己決定混打 那也就是說 世衛並沒有建議 大家不要混打 對此指揮中心 有沒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那臺灣 也有可能會混打嗎 另外還想問的是 就是混打 現在有沒有進行討論 或是有一些指引 或是細節可以透露嗎 謝謝 世衛沒有建議不能混打 也沒有建議可以混打 所以世衛的建議 基本上就是說 還是按照目前 一般標準的方式 第一劑打什麼 第二劑就打什麼 但他尊重各國 依據實際疫苗到貨的情形 以及可能各國內部 有一些自己對於 這些疫苗混打的 一些小的研究結果 所以他並沒有反對 有一些國家 可能有在做混打 這樣的一個動作 這邊先做這樣的說明 那我們國內目前 當然大家已經看到 有報導說 像這個台大醫院 已經開始在展開 這個關於混打的一個 院內小規模的一個研究 那可能要兩三個月之後 會有結果 所以我們也希望 這邊有一些本土的實證之後 可以再給大家提供 關於這樣混打的一個有效性 以及安全性的一些數據 可以來做我們國內做這樣 政策改變的一個參考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有關於混打 因為7月13號有發現 就是基隆有兩名醫師 他們到中正區疫苗集中所 就是企圖想要混打 那有被發現被阻止 那目前這樣的話 就是指揮中心這邊 會不會進行 對醫生進行開發 還是有怎麼樣的一個建議 那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日前台北地下街 有三個人確診 分別在Z區跟K區 那因為那個中間有這個聯通島的部分 那因為台北市政府好像 目前並沒有想要把聯通島關閉 那這樣的處理 不曉得指揮中心怎麼看 謝謝 好 就 現在各縣 那個意圖或是他刻意 去進行混打 那個我們會交給 指揮中心的法治組 下去做研議 那我們也要藉這個機會 請我們在各縣市的 尤其是大型的接種站 或是醫療院所裡面 那我們一定要落實 每一個這個民眾 要去前往接種疫苗的時候 對於整個 健保資料的一些落實的這個檢查 這個一定要去把它落實 把每一個步驟都把它做好 避免這個狀況來發生 那也對於這種刻意 去做宣傳的部分 我們也都會 來做一些相關的研議 那就連通道的部分 我們還是請台北市政府要落 就是在整個疫調的部分 如果能落實 那我們相信可以 對於接觸者 跟密切接觸者的部分 我們都可以有所匡列 副指揮官好 想跟您確認一下 我們之前說是前三輪AZ 然後這第四輪會是莫德納 現在剛您的意思是說 我們前四輪都會是提供AZ的施打嗎 目前初步的規劃是如此 那莫德納的施打時間可能會 這個我們還會 當然這個中間都有可能 再去做一些調整 因為依照疫苗 抵達台灣的狀況 然後再去做規劃 副指揮官好 有一點問題提問 就是立委有詢問說 疫苗總共有67億的預算 要規劃購買 那部長昨天也有說 就是不會只有10億元 那如果立委也追問說 那就算撥了20億 作為國外疫苗的預購款 也還剩下40多億 那想請問這個 本預算後續的運用在哪裡 那有多少比例是給國產疫苗 謝謝 因為疫苗的採購 有一些保密的合約 這一點還是要請大家 多所諒解 另外因為本來疫苗的採購 就會有一些前期款或是 分批幾戶的部分 所以這個 大概就是有這些的一個狀況 市長好 自由時報 請教一下 就是說之前大學 大學 各大大院院校跟教團一直在爭取 將大學的教職員也同樣納入疫苗優先接種 對一下 就是可能納入第七類 那目前只有高中 中小學教職員是納入第七類這樣 那我請問一下 人家問一下指揮中心說 我們有沒有真針對這個 大專院校的這個訴求 就是有納入考慮了 那第二題就是說 中研院已經採購了 那個高通量的PCR自動化平台 然後啟用資金 可是據說沒有任何的簡體送到 不過這要問一下為什麼 然後如果開始啟用的話 會不會降低我們自費PCR的檢驗費用 好 這個有關第七類的部分 還是依照目前的討論方向來做推動 那整個預約平台 從我們從上 上週開始 意願登記一直推動到現在 那也已經從前兩天 我們開始前兩天 把這個這個年齡層放到18歲 開始來做意願登記了 那我相信 依照我們現在這個規劃的速度 跟施打的這個策略 那其實這個各個年齡層的涵蓋 都應該很快就可以達到 所以大家應該是往這個預約平台去 那應該都可以很快的去加速 PCR檢驗量能的部分 是我們在5月中開始的本土疫情當中 有快速的去擴充 國內這個高通量的儀器的這些 實驗室 那我們目前的PCR的檢驗量能是到 目前是有207家的這個指定檢驗機構 那最大的量的每天可以到12.4萬件 那全台灣有51家的指定檢驗機構 有這個高通量的PCR的機台 中研院是其中一家 不過這個中研院的大概 跟其他的我們這些擴充的這些檢驗量能是 因應不時之需 因為現在目前疫情又趨緩之後 大家可以到我們機關署的外網每天都有更新 目前大概每天的檢驗量 大概是介於2萬到3萬之間 所以並沒有說把這個12.4萬每天都用權 那如果說有這個需要去擴充這個 大量檢驗的 時機的時候 那如果我們的一些醫療院所都已經 量能在往上增加 那檢驗的數量也增加的時候 就會去再動用到像是中研院 國務院等等 這些研究機構來提供這個檢驗量 但都已經認可 所以可以隨時就加入我們的這個檢驗的團隊當中 那另外就自費PCR部分 其實在上個月月底 透過我們玻璃醫院跟這個 農民體系軍醫院體系 已經把這個自費的PCR的檢驗費用降到3500 之後 那目前其實 有其他蠻多的醫院也已經跟進 有在調降這個PCR的檢驗費用 那中研院他畢竟不是一個提供 外面商業檢驗的一個主要的來源 所以大概他的這個能量跟我們的自費PCR的價格 大概沒有什麼太大的觀念性 想要請教 就是如果有民眾打了莫德納之後 沒有依照那個規定打止痛針 結果後來出血了 如果沒有照這訪單去做的話 他這樣子算是違反會賠償 指揮中心會對他做賠償嗎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高端疫苗 現在的EUA結果有沒有出來了 再來有一個問題是今天早上的時候 那個院會衛福部有報告 講說這個預先應變規劃 在7月26號的時候 會做這個緊急的措施 那裡面有提到說 行業開放之後 除了一般的預防措施之外 如果發現確診個案 要做一些緊急的應變措施 這個具體的部分可以幫我們說清楚嗎 謝謝 好 就這個 現階段剛有說明 現階段我們做三級的適度開放 那所有的這個相關防疫措施 不管是餐廳 或是這個 運動場所 場館等等 其實現在的這個 整個防疫的計畫裡面 都必須要涵蓋 對如果萬一你在這個場所裡面 發現確診者之後 你後續處理的機制 包括他留置的獨立空間 或是這個 快篩之後發現它是一個 陽性的遺失個案的時候 如何去做後送的處理等等 都會把它納進去 那相對的對於未來 我們也都一併會去做這樣的一個檢視 那其他的 記者問的莫德納跟止痛針 我不知道是不是前幾天也有報導過的 屏東的一位婦人打莫德納之後又打止痛針 5天出現腦出血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案子據屏東縣衛生局說 已經有協助這個個案來進行不良通報的反應 那也會協助家屬來申請 這個相關的疫苗的事件的救濟 那究竟是跟打疫苗或打止痛針 這涉及到醫學方面的判斷 那等到如果他有進來申請我們的救濟的時候 那這個案件本身就會去調閱他的一些病例資料 台灣今天新增了14例本土病例還有6人死亡 另外莫德納的供貨吃緊將會延後開打 未來四周都只能打AZ